哇,其实刚开始我自己也很纳闷 然后每次看到这个剧的时候 我就很后悔当时为什么不好好减肥 就可以肉眼可见的 我在那个剧里面不停地在发布 这个剧开播11年了 然后每一年大家都在看 然后每一年它都会有很多人 给予这个剧以及我们不同演的 决策的一些反馈 我们看了心里都很窩心 有些人把《甄嬛传》不单单是当作一个电视剧在看 他们把它当成一个职场攻略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们这戏制作方面真的是非常尽量 演员就不说了 因为演员我们当时在上演这部戏的时候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经过了试戏的好几轮 然后拿到的这个角色 还有的确我们在主创在制作这部片子的时候 我们的确是很用心的那种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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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